小心小心小心 特搜隊停進山區穿梭林道懸崖邊 鷹眼搜索再處懸崖發現死者大體 要落死了要繼續看然後落死 有有再看再看 十幾名人員涉嫌互助大體 固定好染室單架綁好繩索 如何運送下山才是一大難題 再聊再聊 在這邊有能接 這邊這邊 我接我接 探方的小追路古道 遭強震震毀地形 四處都是凸起巨石塊 道路凹凸不平的狀況下 搜救隊員一不小心沒站穩 可能會掉落深淵 另一頭消防救難隊 也出發前進九驅動 尽量走靠裡面 唯一連外道路 幾乎被地震震下的落石沙土覆蓋 只能透過徒步的方式前進 四周都是斷壁殘垣 救難隊得越過 像瀟山一樣高的石堆 沿途仍落石不斷 每個人小心翼翼前進 還有幾塊南邊過來 大概二十 在燕子洞發現一百公斤的骨折患者 洞彈不得趕緊做初步包紮 使用人力接駁的方式 將受傷人員抬下山 在後續的後面的瓶水道 還有這八千八位名車 帶回來嗎 帶回來 救援過程中路況相當惡劣 隨時都有貪方危機 大大增加救援難度 消防也評估山區氣候狀況 若是情況允許 希望能申請空勤直升機 加快救援進度 三星新聞綜合報導